你知道为什么过春节的鞭炮声叫暴竹声吗? 还有,在古代拜年就流行发短信了,你信吗? 我是华小二,今天来聊古代人是如何过春节的 一般来讲,过年的节奏是从腊月的二十三开始的 这天也被俗称小年,是继造王神的节日 因为在腊月二十四的时候,造王爷要向玉皇大帝做树枝报告 所以呢,各家各户都要打点好造王爷 好让造王爷在玉地面前给个五星好评 也就有了寄造王、吃造糖、跳造王等几百活动 再往后的重要环节就是买春联贴门神了 关于春联的最早记录是叫做陶伏 那为啥也叫陶伏呢? 这也是因为相传上古时期神书玉律兄弟二人的家门口有个大陶树 长得那是相当的茅盛 每天呢,两人都在树下检查各个小鬼的健康报和行为轨迹 若是有人去人间捣乱的,就是一顿丁光四五的报萃 后人呢,为了镇宅辟邪,就将二人的花像贴在门上 俗称陶伏了 到了明代呢,朱元璋就号召大家将陶伏改为春联 在除夕夜呢,那就很热闹了 有守岁熬年兽的,有芳炮的夏年兽的 还有组队驱年兽的各种花手活动 那年兽到底是个啥呢? 相传呢,有个叫年的怪兽 总是在这天来人间捣乱 但他呢,最害怕竹子爆炸的声音 于是人们就开始烧竹子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来驱赶他 所以人们就把放鞭炮的声音叫做爆竹声了 这样就能驱走年兽了 有的地方把这个年兽也叫做吸 所以就有了除夕的说法 在除夕夜,古代还有一个习俗叫打灰堆 估计你都没有听说过吧 相传有个叫欧明的幸运小伙 娶了一个有着机器猫一样功能的妻子 叫如愿 就是你想要啥,他就能从兜兜里给你取出来 欧明呢,很快就成了当地的首富 有了钱呢,脾气就变大了 有一年春节,如愿起床晚了 欧明呢,就垃圾棍子追着媳妇打 如愿无处可逃的时候 看到一个垃圾堆一头钻进去就不见了 欧明立马傻了眼 用棍子扒了垃圾堆并嗷嗷的喊着如愿 但是如愿呢,再也没有出现过 后来人们就用打灰堆的形式 来寄托对新年美好的愿望 其实呢,我理解的意思 人们都想喊出来一个类似如愿一样功能的媳妇 过年中,拜年是小孩子最乐意做的事情了 因为长辈会给自己压岁钱 用压岁钱来寓意老人的岁数不长 健康长寿,也保佑小孩子平平安安 其实压岁钱源于压岁钱这个说法 岁和年一样都是个小怪兽 它会给小孩带来疾病和灾害 在枕头下面放几枚铜钱就可以驱逐岁手了 所以就有压岁钱这么一说 因为岁和岁是同音的 慢慢的就演化为压岁钱了 当然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除夕列天也是要忙着拜年了 像古代的大户人家的亲朋好友有比较多 忙不过来的时候呢 就用送名片的形式来送祝福 俗称飞铁 就是主人写上几句祝福的话 由用人亲自送过去 也算是人肉短信了 在传统意义上,过了元宵节 菜文灯迷这个年才算过完 但是在南北方的某些地方 还有正月十六出游去摆冰的习俗 北方就是摸门钉去摆冰 所以你看,故宫的门钉上 是被摸得正光发凉 南方有灯城墙去摆冰的习俗 这都是对新的一年美好的祝愿 在此在新的一年里 我也祝大家身体安康、合家幸福 我是花小二,点赞关注了解名画背后的故事